此次将大家请来 若有怠慢之处还望见谅 黑角玉和迦南学院素来不合 每年被执法队击杀的黑角玉兄弟可不在少数 近来就连摩檐谷的帝魔前辈 也惨遭迦南学院的毒瘾 帝魔老鬼 那可是七星斗中级别的强者呀 连他都在啊 就是啊 没想到 帝魔老鬼真的死在了迦南学院 若不是被硝烟重创在先 以这帝魔老鬼的实力 从千百二老手下逃命定然不成问题 那小子隐藏得很深啊 如今那个扩张极为厉害的萧门 其门主正是迦南学院之人 之前若不是摩檐谷挺身相组 恐怕在座的各位都会有些麻烦 哎 如今摩檐谷元气大伤 已无力前置他们 日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恐怕就是在座的诸位了 唉 区区一个萧门 还不容易这么说 萧门背后可是迦南学院 不得不防啊 不知韩先生可有何应对之策 以迦南学院和萧门的实力 黑角狱中难以有任何一方 能够单独抗衡 未今之计只有摒弃成剑 形成同盟才能共同抗敌 联盟之事 莫宗主与殷山老人皆是赞同 有莫宗主与殷山老人在 倒真是不用惧怕 迦南学院和萧门了 是啊 这话虽如此 可大家谁也不服谁 这样形成的联盟叫内斗联盟 还是叫自相残杀盟啊 既然是联盟 那么必然会有个盟主 这个统帅之位 谁做啊 祖师 韩风这家伙 唱戏还真不容易 联盟只是在下的一个提议而已 成不成也得看大家 不过若是日后 迦南学院和萧门真找上门来 若是不想死的话 大家就早点投降归顺罢了 真可如此啊 我们可不能施了骨气啊 这么明显的激将法 都看不出来吗 猪脑子 但我们确实不能对待命 不可如何是好啊 跟萧门死 扛到你 对 扛到你 扛到你 你可真是识食物 那现在 你是不是该领着众人 跪着投降了 萧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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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还有胆子送上门来 真荡在座的中尉 怕你不成 是 诸位放心 我所针对的只有韩风 以及摩烟谷 与其他人无关 今日是萧门联手嘉南学院 表结与摩烟谷之间的恩怨 在下希望 闲杂人等立刻一刻 只要不是站在摩烟谷一方的 便是我萧炎的朋友 定当报以善意 但若是敌人 那就必须斩草除根 快 萧炎 若莫宗主与鹰山老人在此 容不得你一个小辈放肆 莫宗主与鹰山老人 是打算站在摩烟谷和韩风那一方呢 萧门主 菩提化体贤对我二人来说极为重 我二人也是难以抗拒 你若是肯将菩提化体贤交出来 我二人当场便可离开 绝不插手 这个老混蛋 萧门主 今天是摩烟谷邀请兵客的日子 不请自来者还请离去 你二人 你二人 没资格与我这么说话 好恐怖的速度 灯黄尖鱼 怎会拥有如此急速 这两个草包 好 这人 竟然被这小子给坑了 小门主 还 还往手下留情呢 可以 我 来 救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能帮他以毒压毒 将体内魔毒斑暂时压制 延迟爆发的时间 加上他体内的一火 应该能多压制一阵子 现在这样就行了吗 现在毒水只是无意识地进入他体内 必须经过我的引导 才能彻底压制魔毒斑 那还磨蹭什么 好吧 那你们先出去 在石林外等着 有何见不得人的 谁知道你会不会玩什么花样 就是 你们 算了 要留就留吧 妈 我们到外面去 我 你最好别耍花招 这些年 因为恶难独体 所有人都远离我 曾恨我 接近我的人不是因我而死 就是想利用我 只有你 小妍 真心对我 是我唯一的朋友 是你让我相信 我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 生活在阳光下 你为我带来的光 我拼尽全力守护 我拼尽全力守护 那个 这 这是哪里 这 这是干嘛 什么干嘛 你都昏迷两天了 不是要帮你压制魔毒斑吗 我会控制毒素 通过我的经验 引渡到你的体内 对魔毒斑 进行彻底压制 那别麻烦你了 加上我体内的三种异火 应该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嗯 我的热难毒体 加上你的异火 应该能够为你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去寻找斗尊强者解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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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道毒线 快 快用一火 不过是一道毒线 还是可以用一火 好 练花看看 这毒线 竟是精髓的斗气 魔毒斑虽然凶险无比 但其中也凝聚了出招人毕生斗气 若将它练花 便能尽数继承 就算指练花目前这道黑线的斗气 也能助你晋级 但这并不容易 你恐怕 得花很大的功夫才行 嗯 练花掉了 竟消耗了三分之二的斗气才练花掉 不过 也让我提升到二星斗黄钉锋了 若日后能彻底裂花 实力定会再上一层 我若能再获得一种异火 或许就能靠自己 将它彻底裂花 发生什么了 这下我们 应该有两年时间去寻找都尊强政 搞定了 幸亏有小一仙的风毒之法 不然我要收拾这东西 还真挺难的 如果两年找不到斗尊 能否再封印一次 这种风毒方式 只能施展一次 下次便不会有效了 走 走 彩利 小一仙已经帮我们很多了 下一步怎么打算 嗯 在这之前 先从这个家伙嘴里 撬点魂殿的东西出来吧 铁壺坊 何必跑这么快 小子 就算有两名斗宗强者护着你 魂殿又灭你 也不过举手之路 你若是石像 就趁早放了我 否则 我只想问几个问题 老师回答 就留你一命 你想知道什么 魂殿实力如何 在魂殿面前 我们不过蝼蚁 魂殿等级森严 光是护法 便分天地人三等 我就是人籍护法 天籍护法之上 还有地位崇高的尊老 斗宗强者才是低级护法 更高等的不知道是何等实力 你知道雾护法吗 雾鹰 你见过他 交过手 他也是魂殿的护法 不过比我高一级 是地级护法 地级护法吗 魂殿殿主是何主实力 殿主神秘莫测 别说我了 连天籍护法也没见过殿主 除了几个尊老 谁也不知道殿主实力 你我这样的人 更没资格接触那种级别 你只需回答问题即可 其余的话 就烂在肚子里吧 魂殿搜捕那么多灵魂体 有何用处 我的任务只是搜捕灵魂 至于要干什么 我可不知道 魂殿的总部 在哪儿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骗你 你们抓捕了灵魂体后 会交去哪里 魂殿在大陆上 有不少分店 我们只需将 搜捕来的灵魂体 交给分店即可 这些分店在哪儿 在 在哪儿 别别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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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种级别的护法 只能知道一个分店 距出云帝国极远 在大陆中心 与西北地狱交界处的 天心帝国内 以处名为天葬剑的地方 天心帝国 天葬剑 天心帝国 好像听过 至于是否有一个天葬剑就不清楚了 希望你所言非虚 不然你的下场 恐怕好不到哪里去 你还想冲击我 你要去找那处分店吗 先去黑角域吧 以我现在的实力 你根本不可能对魂殿做什么 迦南学院的院长 就是位斗尊强者 若能遇见他 或许能请他出手 可院长的老家伙 竟然心踪不明 我在内园那么多年 已经见过他一面而已 总得试试 就算院长不在 我也可以向大长老 打听异伙的消息 若能再得到一种异伙 这魔毒斑 我自己就能破戒 我陪你去 不 我绝不能让你再冒险 而且这一去 也不知要多久 你若去 我会担心的 可是 虽然你跟来 能帮我很多忙 但 蛇人族的未来 细于你一人 要不 我 我随他去吧 不必了 萧嫣 他的恶难毒体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爆发 届时你若不在 即便找到了材料 又有谁能控制他 那辛苦你 陪我跑一趟了 子言也跟我走吧 我得让苏千大长老他们看看 我可没有虐待他 彩琳在同意我才去 你跟他去吧 顺便看好他 我 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来吧 我 不得了 我 我 不得了 不得了 你 我 不得了 我 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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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